《草船借箭》 草船借箭 話說三國時代曹操軍營外大霧尼曼 朦朧間隱約見到戰船的蹤影 忽然鼓聲震天 彷彿千軍萬馬就在戰船上 曹操一聽到士兵的通報 馬上命令大軍放箭 一時間戰雨漫天 每一隻都刺中農務裏面的戰船 此時戰船上的諸葛孔明連同士兵大叫 謝城雙箭 究竟所謂何事呢 原來所謂千軍萬馬 大部分都只是稻草人 諸葛孔明似回冒險前來 就是想幫他的君主巧妙地得到曹操的十萬里戰 這段這麼精彩 這麼有電影感的情節 來自三國演義 咦?是歷史裡面的三國時代 三國演義還不是一本歷史書? 飛也飛也 情節裡面的曹操 歷史上有 諸葛孔明也是真有其人 但講到孔明有沒有借戰了 好可惜 是沒有 好像三國演義一樣 七分真三分假的書種 我們稱之為歷史小說 有名叫歷史小說 就自然是在歷史上取材 但和歷史書不同 歷史書記載的是發生過的事實 而歷史小說 所寫的是作者參考歷史事件 再溫合自己的想像 而倒贊出來的作品 雖然歷史小說不完全是歷史 但剛剛那段情節 怎麼都吸引過老師就這樣跟你說 公元2008年 曹操所屬的魏 和孔明所屬的孫流同盟 打了場赤壁之戰吧 這種吸引力 很多時都成為我們 追尋歷史真相的原動力 因此歷史小說假還假 但他們的使命 就是作為我們閱讀歷史書的一個起點 所以 而我們享受完歷史小說 帶給我們的快樂之後 也不妨踏出一步 查證一下背後的歷史 好讓自己了解更多 成為一個通曉古今變化的聰明人